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家的工作很简单 你只要把这房子打扫干净 烧烧饭 洗洗衣服 再带带孩子 这样就行了 是 知道了 我看你可怜 我答应你把这孩子带着 但是你可不能用我外孙女的东西 知道了吗 知道了 偶尔我也会在家里打一些小麻将 你呢 招待一下 会有人给你吃红的 谢谢姜太太 是你一定会死的 我妈没教我 不过没关系 等我上学就会了 是婷婷 阿姨 哎呀好乖 是婷 锅里的饭是你煮的吗 是她 美心说先把饭煮 等你还就不用煮了 你会煮饭 谁教你的 我爸爸不在的时候一定会让我吧 你爸爸 你爸爸 阿姨呢 帮我们回来 我就叫美心来我们家 喝好 阿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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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回来了是不是 你肯定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 我告诉你啊 你就是想回来 我也不要你了 不要你个头啊 不要你 那个老醉鬼 我警告你 你给我仔仔细细看清楚 我可不是你的什么阿秀 我是小倩 倩女幽魂里面的那个小倩 吓死你 走开 阿秀 你不要生气嘛 妈妈 哎呦 哎呦 尸体 我不骂你了好吗 你只要回来 我不喝酒了 我出去打工 我去挣钱 我来养活你嘛 走开 士婷 你认识她吗 真美心的爸爸 美亲 谁是美亲的 莫莉 爸爸 你认错人了 这个阿姨不是妈妈 不 我们回家吧 哦 可是她是谁啊 走 士婷 你们住在这里吗 哎呀莫莉 啊 林秀 那真的是你 林秀啊 这是个什么鬼地方啊 你住在哪里 这里啊 OK 做佣人 林秀 你疯了 做佣人 都不丁人 人家太太 还好清楚 直到我带着两个孩子 还让我带季祥 去上工 都很好 你要做事情 我们两个 好好地商量商量 看有什么事情 你可以做 你干嘛要去当佣人呢 你去帮人家当佣人 是真的要低声下气的 你受得了吗 受得了 有什么受不了的 我们要生存啊 人家不嫌弃我 给我口饭吃 我感谢他们还来不及呢 你想想看 你现在住的这些环境 还有那些邻居们 这样对孩子 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你知道吗 我只有这样的能力 我已经很满意了 你干嘛 我得省一点电 我说 明秀啊 我看你跟孩子们 搬来跟我一起住好吗 那怎么行啊 我拉下在口的 我们是什么交情啊 您说这话 好 你如何嫌我最为你的话 我不干 你都可以不干 你就把人家当佣人 我呢 我就卖命 谁嫌你当舞女了 我不也是舞女吗 曼莉 我不是自视清高 我只是不认命而已 没有男人的日子一样过 我不想我的人生 我不想我的人生就这样完了 为了两个孩子 我也得活下去 就算再苦 我也要试一下 你是不是 还在等成光明 你呢 什么也别说了 我都了解 当你把季祥带在身边的时候 我就知道 你对陈光明没有死心 光明回不回来 我受到的伤害都一样深 也许过些时候慢慢的淡了 我受伤的程度就会减轻一些 我的忘记很大的 哇 我回来了 啊 诗田回来了 哎 美青呢 他没来 他说要在这里陪他爸爸 我去中科了 嗯 怎么了 刚刚还好好的 现在就是这样 只要美青不陪他 他就不起劲 美青和士廷现在好得很 两个人关系特别投缘 呦 交你朋友了 啊 臭小子 嗯 哎 我还没看过士廷的新房间呢 在哪 何必 我们三个和他一起睡 三个睡一起啊 我来看看 干妈 哎 士廷 好乖哦 还会照顾弟弟啊 士廷啊 这样的日子 好吗 还可以了 我妈比较可怜 昨天上班的时候 把手都弄破了 给弟弟洗澡都会痛啊 我问他痛不痛 他说不痛 士廷乖 美青啊 我们两个做点小生意好不好 我们能做什么 哎 你不是想开个咖啡馆吗 对啊 我去开个咖啡馆 我去抽点钱 借钱 曼玲 你是个小猪婆 别要开玩笑 借不借 曼玲 你借钱 到底要干什么 你别生气 是不是 你从来不缺钱的 突然要借钱 我总得知道 你要借钱干什么 是不是 万一我把钱给你了 你跑了呢 呦 老朱啊 我是这种人吗 你不是这样的人 但我是这样的人 我不但防小人 我还但防君子呢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 这样吧 打个条 快 借钱当然要打条了 我让你打的不是这个条 啊 曼玲 我呢 是让你给我签一个同意书 你看一看 什么同意书啊 好像你早知道我会来借钱 这是同意书吗 啊 这根本就是卖生气啊 老朱啊 我给你借钱 我自然会把钱还给你 大不了我给你利息钱 我干什么要卖给你五年呢 曼玲 我这是为你好啊 我保证你今后五年一定有钱赚 你想想 你多大年纪了 你还能分工几年呢 再说过一两年你就退了 我跟你签五年 那是为你着想 啊 曼玲 我呢 也不勉强你啊 那这呢有两万块钱 你先拿回去 然后你回去好好想想 但是回家想通以后呢 明天呢就来签这个字 我把剩余的钱再给你 怎么样 曼玲 我听说江老板他来了 他一直对你很感兴趣 是不是去陪陪他 这男人嘛就是这样 越是得不到的他越不死心 这个你比我懂 是不是 嘿嘿嘿嘿 曼玲 谢谢你陪了我一个晚上 啊 来来来 我敬你一杯 嗯 曼玲 以前的事我们都忘记啊 忘记 你啊 就是一张嘴厉害 嗯 曼玲 你只要好好地陪我 我不会亏待你的 啊 今天我的应酬不知道要搞多久 记住 如果我不回来 你就不能走开 不要让这屋子里没人 现在的 就这样 我先走了 我走了 我走了 以前我肚子好饿 你饿不饿呀 饿不饿 我们这来煮东西好不好 啊 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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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一定饿坏了,怎么办? 我来玩,我来玩呀!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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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秀! 丹丽! 这又是谁啊? 这是江家的孩子,师弟还没吃饭呢,我赶回来给他做饭 我看你快开托儿所了,你也不嫌累,抱着一个,拖着一个 是我啦!是我啦!快点救我啦! 快点救我啦! 丹丑,丹丑,你是不是想吓? 不要帮忙,帮忙忙,你帮我拿一下,快点 丹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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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玩火 谁叫鱼动炉子 烧着房子怎么办 烧着人怎么办 我们东西都烧过了怎么办 我们要住哪里 烧着我们自己也就算了 烧着人家怎么办 好人灵秀 你就喘口气吧 像个放套似的 你让视频先回答你哪样呢 我饿了 我想吃东西吃 阿姨是我要吃的 不 是我说要吃的 是我要吃的 好了好了好了 你妈现在不生气了 赶快去把厨房整理整理 去 以后不要再玩火了 太危险了 太危险了 都是麻烦 我应该早点回来 以后不会生死了 再也不会了 好了 没事了 我们去吃个饭吧 蛮丽 简强呢 江江那个孩子呢 对 你交给我了 我记得你真的交给我了 我交给一人了 我真的交给一人了 我交给谁 你们有没有看到 你们有两个孩子 这也想什么样子啊 我就是没看清楚那张脸嘛 哎呦 云秀 如果说你把那个孩子丢了 人家会不会找你拼命啊 拼命 他们会帮我杀了 工作也丢了 还有季洋呢 哎呦 丢工作是没有关系了 就把人家以为我们是小偷冤枉我们的 这个最后又在这边 哎哎哎哎哎哎 你们俩在找谁啊啊 是不是找两个孩子啊 是啊 那两个孩子不是你交给我的吗 在哪里 在我屋里睡觉的 哎 有糊涂哦你 哎 这个英雄 你把迹象一个人留在家里行吗 行 现在事情跟他玩的可好了 哎 你别说 那老头如果醒着的时候还挺晚的 我告诉你 他不喝酒的时候还挺好 哎呦 有的时候 他会帮我照顾一下诗婷呢 哎 他没有把诗婷认成是他儿子 我告诉你 这老头挺怪的 经常喜欢到处让人亲戚的 你知道吗 他又把你当成他太太了 哇真倒霉 哦对了 曼莉 我自己会解释 你不用再陪我进去了 不行 万一这家人 真把你当成是拐骗小孩的贼 那怎么行啊 不会的 哎行了 走了 我告诉你 等一下我先生回来 我要让你好看 你竟然把我的孩子都抱走了 啊 你怎么样 你想勒索我还是想敲诈我 对对对不起江太太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 你不要误会 你 你听我解释 闭嘴 你现在说太晚了 江太太 你的良心到哪里去了 江太太对不起 这保证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请你去原谅我这一次吧 我错了 江太太 我们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我们不是故意的 哎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 你是谁啊 关你什么事啊 江太太 他是我的朋友 哎呀 怎么回事 家里怎么回事 你看看 云秀 玛丽 你 你们俩怎么会在这儿 你认识他们的 认识认识 太太 你听我说 你听我解释 你别讲 我问你 你说 你是不是跟他有一腿 太太 你滚一边去 你是不是跟这个女人 早就拼上了 怎么可能的 这是 我跟他 这 还在闹 我可真是 哎呦 我说 江先生啊 说话呀 你怎么像个缩头乌龟呢 该你威风的时候 你不威风了 是不是 哎 你在我们那个地方 挺神气的嘛 啊 这又是杂钱 又是 轻小嘴的 你说话你说呀 怎么像个缩头乌龟一样啊 你 你跟这个女人 又有关系啊你 怎么可能啊 这是 呸 你这个老公 送给我都不要 呸 我说 你 你说话 有点分寸好不好 现在都已经搞到 一塌糊 你就少说两句吧 我看你啊 你真的不想在美丽华 白贵 就算我不想混下去 都比你带肿 你给我听着 我不靠你吃饭 啊 有钱是不是 哦 有钱 没什么了不起的 老年有钱人看的太多了 什么玩意儿 云霄 我们走 不干了 江太太 你给我解释 江太太 走了 走啊 你不要 走啊 走啊 哎呀 好了好了 走了 好了好了好了 坐下坐下坐下啊 不就是没了份工作吗 干嘛呀 又不会死人的 哎呦 哎呦 有件很重要的事情忘了 那来 拿去 钱 我不要 干嘛 用你的钱就不是钱了 你又给我钱干什么 你刚刚才搬家 市体又要上学 还有 你那个烂老公 多下一大笔的烂照 让你去还 七七八八 很多事情都要花钱的 你先放在那儿 你如果不用 到时候再还给我 那 曼玲 你的钱早就都借给我了 这不是你的钱 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不要 你拿去还给我一下 哎呀 我说你这人啊 我不偷 不抢 不卖的 你把我钱从哪来的 我不要 拿去 曼玲 我知道你一定是像 朱老板借的 对吧 干嘛要欠他 你自己说的 他是吃人不吐骨头 我还没有到那种地步 苦是苦一点 可是 我不会一直这样啊 我不会一直这样的 我知道你不会的 但是我就希望 你能够拿这些钱 看看有些什么小的生意 可以做一做 起码 你可以陪在士庭的身边 就好像今天晚上 发生这样的事 你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呢 为什么会发生 就是因为 你不在士庭的身边 你知道吗 曼玲 就急不就穷 你这样帮我下去 还有个玩吗 这家不行 还有别家 我不会饿死的 让我自己靠自己 好吗 行 就你能靠自己 别人都是寄生虫 你没有光明 你付给我一颗尺寂 小猫 给我一杯 玛丽 玛丽 你怎么又发脾气了 你干嘛得罪蒋老板 他在电话里 把我筹罵了一顿 你知道吗 他还说 只要你在这一天 他就永远不进我这个武厅 你知道不知道 蛮丽啊蛮丽 我们不是说得好好的吗 你 你怎么就这么贱呢 非要看人家脸色形势呢 我跟你说话呢 你听见没有 我跟你说啊 你必须想让江老板去道歉 我叫我去 道你的头啊 你想怎么样 你能怎么样 你来给开了 要请江老板回来是不是 行 我告诉你个办法 你 用你的热脸 去贴那个姓桑的冷屁股 你贴不上是你的事 要我跟他道歉 造你个屁 哎 方丽 你别走 干嘛 你想这样就走了 你还欠我 我都欠你钱嘛 对不对 钱 我给你 要钱是不是 你拿去 闪开 老娘我不干了 你 混蛋 没什么 没什么 跳舞 跳舞 周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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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真的不干了 哎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哎 我可不是故意打听啊 去找你的时候 听说的 找我 你该不会是爱上我了吧 我要走了 回香港 之后要去英国 哦 这不再回来了吗 短时间不会了 赵龙飞 我就一直在想 你这次回来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你说你是为了处理家里的一点事 可是我看 你们英秀的事比较多一些 啊 干嘛这样看我 舍不得我啊 慢点 有件事想麻烦你 我说呢 你打我 准有事 说吧 听说你要开家咖啡馆 我在大马路有家餐厅 你们也收得还不错 如果你和英秀有兴趣的话 我想盘给你 赵龙飞 就算你把我给英秀给卖了 我们都盘不起大马路上任何一间铺子 别开玩笑了吧 短时间盘不下来 久了总可以 你自己去跟英秀说吧 所以说呢 今天你当我的真正目的 就是为了这个 对吗 请进 这个地方能这么闯进来 没人啊 告知 这间店明天开始就要全部重新装修 原本这是一家西餐厅 现在将会变成咖啡厅 曼莉 我们在这里做什么 我 不走为你了 真的 你想通了 真的 明秀 真的不是只有你 才可以做良家妇女 我不是一直跟你讲吗 我一直有一个梦想 我很想 有个咖啡馆 这个地方 就是我的梦想 它就是我的咖啡店 你 你 就是半个老板 我告诉你 云秀 我们俩现在开始真的是老板了 我 等一下 曼莉 我给你打打下手还可以 可是我哪来的本钱 算是半个老板啊 你不要做半个老板 是不是 没关系 你 你就做大老板 我做你的伙计 又不要你出钱 不要我出钱 谁出钱 曼莉 这是怎么回事 我告诉你 真正能够说清楚的人 已经在门口等了很久了 有请 赵先生 现在就请您 半安的 好好的解释清楚 给我们明秀听 好吗 我觉得外面超更衣 谢谢 赵先生 送给你 来 云秀 请 谢谢 明秀 明天我就离开上海去香港 之后定居英国 但我实在不能这样放心的留下你 你拒绝了我所有的帮忙 这一次 请你不要拒绝 你说的是这间咖啡馆吗 对 我把这间咖啡馆 交给你和曼莉去打理 赵先生 别担心 等你们赚了钱以后 我自然要把我的本钱收回来 这一次就算为了曼莉 也不能再拒绝 正因为是为了曼莉 我才必须拒绝 为什么 静一间这样的咖啡馆 一直是曼莉的愿望 她一个人就能做得很好 我在旁边 只会妨碍她 你 但还是要谢谢你 谢谢你为我们做的一切 谢谢你 我要怎么做你才肯接受我对你的帮助 我是家里的长子 也是独子 我对我的家族有责任和义务 我的婚姻同样也是责任和义务的一种 除了不能给你正式的名分 其他的我都能给你 我知道 我知道 你的身份和地位 还有你的家族 都是不允许把一个舞女娶进门的 从我踏进舞厅的那一刻起 我就觉悟到了 我的人生不会光鲜美丽 可是即使身份在地下 我也能规矩做人 安分生活 我并不比任何人卑贱 除了骄傲和自尊心 我什么都没有 你所能给我的 都是我的骄傲和自尊心 不能接受的 陈光明 陈光明就没有伤害你的骄傲和自尊心 他当然伤害了我 可是他毕竟明媚正确的和我结了婚 在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在他向我求婚的时候 在我们的孩子出生的时候 我对生活和生命是快乐和满足的 也许后来变了倦礼 可是当初 我和他都是真心实意的 你认为陈光明还会回来吗 我会等他回来 你打算等多久 十年二十年还是一辈子 我不知道 这是我在香港的地理 如果我后悔了是吗 我不后悔 真的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我不能后悔 现在 我有两个孩子在身边 我更加不能后悔 赵先生 无论我们有没有情分 不能让你的结发妻子和我有同样的遭遇是吗 我的家庭和婚姻 就是因为有另一个女人的介入而变得支离破碎 我的痛苦 怎么能够加住在另一个女人的身上呢 你说对吗 月秀 你对我赵文飞就一点好看都没有 不 赵先生 你太出色 太优秀了 你是每个女孩子理想的结婚对象 可是你对我来说竟想山那么高 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我真的不敢 也不配接受你 可是你的情依 我从来都知道 多感激 赵先生 你所给我的已经很多了 其他的我不奢求 我也不该奢求 你也不该给 这人呢 有了情分 缘分就特别的重要 有情无缘 或是有缘无情 都是非常伤感情的事情 所以我们之间 只能是朋友 因为我无法对你有任何帮助的朋友 你真的就这么把赵文飞给放走了 不后悔 我可没饮着骨气 我决定把那间咖啡馆顶下来 赵灵飞说了 他可以让我分期付款 把钱给还了 那就好好干 你现在是个老板了 你真的不愿意跟我一起做吗 我现在已经找到工作了 一个很适合我的工作 你家采访不愿意用我 他们同意我在家工作 这样我就可以全天照顾孩子 不用当年受怕了 我来帮你 我来帮你 我去学了 师庭 谢谢 不用你们拿 很重的 来我来 满立 我不穷 我有孩子 那你就是我进来 loses 袁绫 小师 罢职汇剑十八年 如今一度识人非了 唯一没有变的是对你的牵挂 这些年你过得好吗 刘雨秀 你可贱女人 我这里可以 我现在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还知道我是刘太太 你这个下贱的巫女 死八妇 狐狸精 你不要血口喷人 我们之间真的是清清白白的 你不要你贱人 就是我谁知不知道你的脸不可 你干什么你这个疯婆子 你自己生不出孩子 你水果流都休了你一年了 你关营秀什么事 李娜哥你不要关这件事 关你什么事 我什么 你竟不是这个贱女人 我家老流不要我吗 想男人是吗 倒不出去找啊 说什么叫倒不出去找啊 你可是 你倒不出去 你关你什么事 你看看你 每次水果流都一样 你就到处咋闹 怪不得水果流到先生都没后代 你就不怕天打如雷红啊你 不是你雷屁 你个老不死了 你个老不死了 你给你雷屁 雷屁 你给你雷屁 我找你 你干什么呢 闹什么闹 有什么可闹的 都让你 什么让我呀 不要你 你还敢来找我 你 你闹 你什么时候是他疼我 你这个狗男女 水果流 你赶紧把你疯狂的搞回去 走 给我回去 我不走 云雄 实在对不起 我等下回来 给你陪个博士 不不不 不要来了 走 我还不要 你算的 我给你没法 走 闹门了 我给我回去 回去 云雄 你说这什么人呢 云雄啊 你没事吧 没事的 哎呦 这个疯狂娘也太凶了 你啊 要是凶过他头 你要是慢力的一半 啊不 有慢力的三分破了 人家就不敢欺负你了 都是街坊邻居的 算了 正因为是街坊邻居 啊 谁还不了解你的为人 是不是 你说去找对象 你是不会找水果流这种人啊 林大哥 我已经嫁人了 不少继续 云雄啊 你老是等个死人有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 不然你也不会受这么多委屈 惹这么多麻烦呢 一会季强回来啊 准备去报复他们 林大哥 待会季强回来 你千万 好回来了 呦 回来了季强 怎么了 没事的 没事的季强 买我们那扔的 不要说粗话季强 这只是一点误会 误会个屁啊 这是 季强 我告诉你 就是那个那个水果流 他他那个疯婆娘 嗯 他说你妈偷人 所以他跑到这来闹 那水果流欺负我吗 啊 啊 拿着 妈你等着我进报仇去啊 不许会闹季强 等我一大个儿还回来呢 报仇第一 林老爸看着我吗 哎好 季强 林秀 哎你别去啊 季强让我看着你一遍 哎 林秀 你小心啊 哼 我就喜欢季强这小子 有功气 哈哈哈 嗯 伟青 师庭 师庭 伟青 你好吗 我很好 怎么 你一个人来的 和季强说好了 在这里碰面的 他怎么还没来 他一定又是玩得忘了时间 我没打你吗 我没打你吗 季强 我没有打你吗 我没打你吗 还去我家找东西 我没有 我问你 我问你 我妈偷金柜 你吃过吗 你吃了我妈偷金柜吗 我没打你吗 季强 我没少在家买水果吗 我没打你 你没有打你吗 怎么还这样的 你敢杀我吗 我没打你吗 季强 妈 你这是干什么 我替你报仇啊 季强 刚才是你别生气 那个女人 她现在不是我婆娘了 我跟她没有任何关系 对不起刘老板 都是我儿子不对 怎么是我不对呢 你不许说话 妈 是他先给你找麻烦了 季强 美京 大哥 我大哥来了 你忙了 妈 季强 你在干什么呀 又在惹事吗 怎么都说我呢 水果刘 你要是男子的话 你自己给大家解释解释 怎么回事 算了 算了 刘老板 你的损失我会赔给你 都是我儿子不好 妈 不要说话 大哥 我 林秀 不就一些水果吗 算了 也不知什么钱 就想说的对 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咱们这 就算扯平了 扯平了 扯平了 这就扯平了 东说大人就是不对 我们会负责的 走了 对不起啊 对不起 我回去拿钱 马上去来给你 对不起 瘦了一些 是吗 天神还不错 这次大学毕业了 就是个新开始 是吧 妈 从现在开始啊 就不能让你再辛苦了 明天开始 我就去找工作 你们不能不管我呀 阿姨 这小菜调皮了 要惩罚菜又下的 你们别欣赏啊 找工作的事 先别着急 先休息几天 好 好 哎呀 怎么了 怎么了 哎呀妈 不是腿王 大家把我腿打断 很咕噔咕噔了吗 对啊 妈 放不住 哎呀 哎呀 怎么那么疼 哎呀 我不就大声点 怎么闲得也能 咱们回去给你收拾 你就帮忙了 啊 我要干到大美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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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强 哎呀 哎呀 很严重吗 哎呀 医生 要不要去呢 还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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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李兽 耶 你不认 你看 那你不认 美青 现在家里有点快 你赶快回去 把我收拾一下 嗯 哎 美青 你去哪里啊 哦 我先回家等着你 哦 为了你回来 我准备了好多菜 现在都来不及弄 我让美青 先回去帮我准备一下 师庭 你总算回来了 有你在 妈相信日子就会不同了 天塌下来 有我大儿子顶着呢 啊 先声明 天塌下来 有两个儿子给你顶着啊 来 多吃点 哎 这些菜 这些菜都是你最爱吃的 这几个菜还是美青帮着弄的呢 还是家里菜好吃 有时候我要赶工 美青就会先把这些菜弄好 要不然这个小霸王回来 又会鬼叫鬼叫 我这么快吃饭呢 是为了送美青去学校 大哥您得感谢我呀 我这么看着美青是怕美青变心 季强 哦对了 师庭 你现在大学毕业了 你和美青的婚事也该定下来了 嗯 前几天你干嘛还在说这事呢 哎 对了 我今天我干妈怎么没来啊 你干妈那个老太太 人家可会过了 去留了 季强 又说曼丽娅是老太太 小心她修理你 哼 你干妈去香港了 她说了 等你大学毕业 她就去向林伯伯提亲 哼哼 我妈又不急 跟这老太太急成这样 真是皇帝不急 妻子太监啊 季强 哎 真奇啊 你们还真是一家人 哈哈 你们好 妈就好 懂吗 士庭 你现在大学毕业了 妈肩头上的担子就卸了一半 嗯 等你和美青结了婚 我的担子就完全卸下来了 甚至可以像你干妈那样出去旅游什么的 别人说什么 真的一点都不重要 妈 我都想好了 只要我的工作有了着落 我就会非常努力的工作 我呀攒钱买一个大房子 到时候咱们一家人都搬进去住 好啊 好啊 搬家 你看着办 你现在是一家之主 哦对了 待会儿别忘了把厨房里的菜给林伯伯送去 你端着给它送进去吧 何处何成我愁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啊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次ãy laughedCL 不尽不提可 转向住 摘下眉头 去伤心头 何人已与我游 乌烟 躲上溪漏 也有一半 一半滋味 在心头 天不断 离海乱 原来是地球 万能 谁自由 一种相思 扬出身手 不尽不提可 转向住 摘下眉头 去伤心头 何人已与我 真相思 扬出身手 此情不及可 消除 摘下眉头 去伤心头 有没有找到 是吗 你即便找到了 我看 也未必是你想找的那个人 打算那个臭小子出生 也就是你受难日子的开始 有什么好庆祝的 这傻小子 什么事情都记得 就是不记得自己生日 哈哈 好像是你把它变出来的似的 这几年 你老去香港 不就想知道赵龙飞回来的你 赵龙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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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非常考虑 化妞